好 繼續來看這個醫生不做該度賣檢素雞 中華一位急診瓦科醫師 兩年前離開大便宜該賣檢素雞 收入說只有做醫生的四分之一 他說做醫生的精神壓力太過大 家鄉本身是很愛吃美食 他們處是決定要來做吃的生理 家鄉發現醫師的身分 所以賣檢素雞 甘求健康 堅持每天換油 跟麵粉的雞肉 落油鍋鎮汁 才會食人的一塊一塊檢測濕度 當在鎮檢素雞這項手 三年前也在病院去診室 替患者開桌 擋手術 穿緊四面 現在雙邊做在鎮檢素雞 很多消費者知道他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是喔 醫生對這個那麼有研究嗎 而且吃出來那麼特殊的口感 我們再吃一下 做醫生的時候會放在這裡 不能吃太多炸雞 但是現在自己所在賣炸雞 當然也知道 錢的東西也是對身體有負擔 所以就堅持每天都要換油 想說把這個田豬雞可以推廣到國外 讓大家可以分享我們的好東西 至於我們的東西為什麼會好 因為我們天天都會換新的油 而且食材的話也是都是天天用新鮮的 跟廠商也是要求都是新鮮用最好的東西 十九元的鎮檢素雞店 每天會補三點開始比喻 往往是沒有用到千半美才休息 過去做醫生 經營花錢和家修拜託 現在剩餘到一包五十塊的鎮檢素雞 感謝各位 十九元強調 這頁沒有分開桌 自己做到很開心 也因為要去日本開分店 包容到我們台灣的鎮檢素雞 到這裡的新聞電視梁中華 蔡宏博德